这是SSN新出的宜宗室的大台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演示一下怎么样操作这个大台照 首先呢 我们要准备一些小的这种小木材 然后呢 把它塞入到竹子的内部 那么我们一般会找一些比较容易点燃的 比如像像报纸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点炉子 好很轻易的就被点燃了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放一些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木材 前期呢不要放太多 小量的放一点 好这个时候我们把抽屉 燃烧的时候呢 让它稍微留大概一公分的这个空隙 这样子呢会有助于它的二次风的燃烧 好当烧到五分钟到十分钟等那个炉子内部比较热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大门关上去了 只要留一条小门就行 这样子呢 它的热量会比较少的跑出来 好现在烧了大概十二分钟的这个样子 这个水就开了 然后就滚上来 里面 依旧也没有体验 好现在我们结束铁锅的使用之后呢 我们可以放上碳网 准备烧烤 我们先把炭放上去 然后利用这个柴火的火力呢 把炭给烧热 好现在呢柴们也烧完了 然后炭也都被烧热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烧烤了 把我们的烤网放上去 然后把肉放上去就可以开始烧烤了 然后把铁锅烧烤 混蛋 然后把铁锅烧烧开 然后把铁锅烧烤 然后把铁锅烧开 然后把铁锅烧开 ——经常铁锅烧开 我们来到一趟 你们怎么 börjar 他们跟铁锅烧开 有人说要来 我都可以试一下 来吧 来吧 您受欢迎大利益